来自马来西亚的志工梁佩君 与先生一起到板桥敬司堂 参加海外研习会 照片中夫妻两笑的开怀 丈夫的温柔支持她朝住人之路前进 看着妻子逐渐改变 先生也深受感动投身志工行列 一起参加过大小活动 彼此都有说不尽的感谢 思姐在进入了直气了过后 慢慢一年两年三年 她会从比较刚强的女人 女强能的慢慢会变到比较柔和 很感恩我的师兄 因为就是她给予我很大的空间 然后也很扶持我 所以我在辞职的这一个路上 这十年来她都很支持我 所以我能够在辞职上 很容易承担的所有的事项 都是因为有师兄的扶持 蹲在地上整理水颤演绎地标 每个标示都要再三确认 无论是前置作业 或引导代位都不马虎 梁佩君说承担大小事不难 能全心付出不但不累还很幸福 实际是其实不难做 为什么因为都有很多贵人 或者很多三职士在旁边 知道我们 然后慢慢地知道 要怎样去处理事情 要怎样与人去沟通 夫妻携手行善 相互鼓励成长 他们也希望能继续陪伴对方 做好事帮助更多人 在新闻范秀怡科兴志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